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爱奇事蓝牙对象机 TDS 这个是蓝牙对象机的单算包 这个是单包 里面一本说明书 一个主机 然后下面所有的配件 一个软线耳麦 硬管耳麦 然后有一根充电线 还有一个耳机 然后头部夹子 以及搬手 现在给大家讲解一下TDS的那些主要功能 上面有一个音量加减键 中间有一个电话键 就是可以用来接电话 或者是挂的电话 当然你可以设置成自动接听的 或者是手动接听 都可以 那上面有一个FM按键 有一个开关机按键 还有一个蓝牙配对键 TDS是6G防水 你可以泡水里面都没有任何问题 那上面有一个音频接口 这用来接耳机 以及中间的有一个AUX接口 这用来接普通手持对象机 不滑机 然后上面有一个USB接口 所以可以用来充电 以及后续软件升级 现在教大家一下 TDS配对手机的使用方法 在TDS的主机 未开机状态 直接长按电源键 8秒钟 一直等到红灯和蓝灯 慢闪 其实Pairing的时候 然后去开启手机蓝牙 搜索TDS 这时候会看到上面有一个 Adjust TDS显示图标 然后点击搜索配对 一个连接 这个时候你可以播放你手机里面的音乐 然后自动接听你手机来电 一般5秒钟左右 它会自动接听你的手机来电 当我们想使用主机的FM广播功能的时候 在开机状态 点按一下FM 它会提示Video on 就是FM广播开启 你可以收听当地的广播电台 然后TDS关机的话 可能跟其他的机器有点不一样 它是组合键关机 电源键以及音量加键 双键同时按住 3秒钟 3秒钟 会提示Power Off 就关机了 现在给大家讲解一下 Adjust TDS配对使用方法 两机配对的时候 这台机作为1号机 这台机作为2号机 我们先全部开机 这次Power On之后 1号机作为主动搜索机器 然后按配对键 2秒钟 会提示Searching 变为主动搜索 2号机按配对键 5秒钟 一直按到5秒钟 从Searching 变成Pairing 然后GTS又是高端机器 配对非常快 2秒钟就搜索配对了 稍等几秒钟 然后再点按一下 对象键 一台不动 一台点按下 耳机里面会提示 连接成功 这样手就可以对讲了 我们现在讲解四台机器的配对使用方法 我们之前不是一台机和二台机里的对不对 然后现在用二号机 再接连三号机 一次三号机先开机 把二号机的配对键按住 然后变主动搜索模式 然后三号机按配对键变成被动搜索模式 再接连三号机 里面提示已经配对成功 然后再点按一下 上下了对象 一台不同 现在第三台已经连接成功 接下来就是第四台机器 同样的方法 就是把第三台机变为主动搜索机器 然后先把第四台机器打开 然后按三号机的队长键 2秒钟 变为红灯快闪 就是主动搜索 然后按第四台机的队长键 5秒钟 这是Perry 已经成功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三号机不动 然后四号机的队长键 点按一下 稍等片刻 提示连接成功 这个时候就可以对讲 其实四台机器的我们主要的理论配对方向 就是一号机 先开机按2秒钟 按对讲键2秒钟 变为主动搜索模式 然后同时二号机开机 按对讲键5秒钟 变被动搜索模式 然后再点按一下 开机对讲键 然后去搜索配对 第一台继续 就是被动搜索对讲之后 然后再点按一下进入对讲 然后同样的方式 再把第二台变为主动搜索模式 第三台机开机 然后按对讲键 变为被动搜索模式 同样的部署搜索配对 第二台主机 可以对讲之后 然后再把三台机 第三号机 变为主动搜索模式 就是按到红灯快闪 然后第四台机变为被动搜索模式去搜索 配对上之后 四台机可以同时对讲 现在给大家讲解一下TTS另外一个特性 就是可以接手持护画机 TTS主机上面有一个AUX接口 就是中间这个小圆孔 所以我们来接这个PTT线 就是我们常用的K线 用的TTS是支持四人的全身公共在线同时群聊 但是有些客户的话 会觉得这个距离可能没那么远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PTTK线 来扩展距离 可以达到几公里 然后使用方法的话 就是把这个K头 接在普通布发机上面 然后另外一头 接到个AUX的TTS AUX接口 然后实现普通半相关对讲 但是开车的时候 这有一个手把按钮 你开车的时候就按着 然后说话 对方接听 TTS还有一个共性 就是它可以共生 就是你不话这个声音 可以跟你另外一台TTS传过来的 全身公共对讲声音实现共生 DJMP3可以共生 你已经放放了 就像这样 但是实现调平的时候 耳机里面会出现声音 耳机里面会出现声音 利用